在一顆顆碩大飽滿的蚵仔 淋麵糊再打上雞蛋 充滿色香味的蚵仔針 立刻上桌 有專家認為 蚵仔針和地中海飲食 站得上邊 可以預防失智 會常帶小朋友全家一起 家人一起來吃 逛個夜市就能輕鬆防失智的 還有虱目魚料理 因為海鮮算是地中海飲食 海鮮因為它有Omega 3的 而且它是屬於 所謂地中海飲食 包含每天攝取豐富的 骨類蔬果 搭配感染油條理 多吃海鮮奶製品 少吃甜點和紅肉 如果想吃台灣味的 一點都不難 糙米飯五穀飯就是全穀 蔬菜水果的量 就是天天五蔬果的 這樣子一個基本量 那油脂的部分 我們建議用的是 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就地取材不必遠走國外 就能讓民眾輕鬆預防失智 吃到健康 記者綜合報導 高登城燕花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